對 因為沒有問到我們 我們也是很心寒 我們也應該要 我們也很想要工作權 可是沒有人來理會我們 我們替公司做成這樣子 我們都很想哭了 因為口頭是有聽到說 永不入用這些協商的人 那是不是真的永不入用 我們說真的也不敢去徵詢 因為其實依現有的狀況 我們確實就是希望可以拿到 我們該有的積欠的薪水跟資錢 跟一些勞退的部分要幫我們處理 新天堂樂園明天就要開業 那其實我覺得開業我們都祝福 我們只是希望拿到 員工可以拿到的 因為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那至於有沒有員工要被叫回去 這個是都沒有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我們只希望他既然要開業 他就先處理我們員工的這些問題 台開之前有發過一次薪水 那一次你們有去協商或是領那些薪水嗎 我們都有去現場 可是沒有領到 所以當時他開那個發新記者會嗎 發新記者會嗎 所以你們留的資料也都沒有拿到錢 對 我們留資料沒有拿到錢 台開集團請還員工選案前 我想有必要透過議會表達員工的心聲 大家都在養家養兒養女 我想 台開不管是誰當董事長 我可以很明確的跟各位報告 目前是邱俞瑩小姐 擔任董事長 因為從經濟部的這個文件 可以看得到 特別是在明天 要這個新天堂樂園 要在花年重新開幕 能夠重新的活絡 我想這個也是 這些救員工他們的祝福 但是除了祝福 還是要解決員工的薪水 沒有拿到薪水的問題 台開公司 他確實是有經營權的爭議 那所以縣市政府必須要釐清 就是說我們目前勞資雙方 所謂的資方 他的負責人是 就是法律上的負責人是哪一位 這樣我們比較能夠清楚說 我們主管機關今天應該是對口 誰來跟他們談這樣的議題 4月1號 現在我縣府這邊也有收到 台創公司 花蓮分公司 行文來 然後撤銷大量解雇計畫書 所以我們的大量解雇 因為資方的發起跟中職的部分 就來在這邊 也有一些波折部分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1月左右其實就有一些勞方 通過電話或者是說 當場有來勞資科來諮詢 因為2月份的薪資是約定在3月10號 或者是3月15號之前應該發放 所以我們在4月份總共有開了3次的 3場的勞資爭議調節 那總計參加前後3場次的勞方總計有21人 那在請求給付薪資之前被幾代電費用上面 這個4月份總計請求的金額是432萬元 那4月份資方只有出席一場次 那那個場次其實調解是有成立的 但是後續資方其實是沒有履行 那我想在場的勞方其實都手上都有相關的調解記錄這個部分 他們應該都很清楚 那5月份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召開了3次的勞資爭議調節 那總計勞方是有19人參加 那請求給付相關的薪資之前被幾代電費用 總共是285萬餘元 那在5月份的調解會上 其實資方也有派員出席一場次 但是因為他們說他們的負責人變更 以及大小張正在就是跑那個經濟部的流程 那以及就是說他們沒有辦法取得之前的人事 人資系統等等相關的一些作業 所以他對於該場次勞方請求的薪資的部分 因為他沒有基本的人事資料可以參考 所以那個場次雖然資方有出席 但是協調還是不成立的 那縣府針對就是有來參加調解的勞方 就是如果是不成立或者是說 即便是資方有同意要給付 但是他沒有一約給付的部分 其實後續都是建議勞方 就是走法律訴訟的部分 那因為有涉及到原住民身份的部分 可以直接到法府那邊去申請相關的法律付出的部分 相關的一些資源我們也都有在調解場上有告知勞方 就是接下來會進入新的階段 因為縣府這邊也有接到其他勞方的一個申訴 那我們想我們縣府也會後續就是在發會主管機關的一個權責的部分 來做積極的違法的一個處理的部分